当然最后像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的最后一层呢 输出层呢也是一个dense层 只要是输出层的情况呢 我们需要用的激活函数 要用softmax 还有就是 它的输出的维度7579 它为什么是7579呢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那个vocabular size 就是我们训练几种独立单词格数 或者叫做我们词汇表的大小是7579 我会用变量的方式传给你 你到时候用的时候 就直接用dense layer的构造函数 传入vocabular size 作为输出层的那个维度 然后呢 记住 激活函数要用softmax 还有就是 当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构建好 这些层 不同层都构建好 毕竟连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要用model这个class 从kerasmodels importmodel这个class 调用model的构造函数 传给它inputs和outputs inputs在我们的情况下 有两个 它这个列表 它有input1和input2 一个是图像的特征 一个是图像对应的 标题的前缀部分 一个是output的部分 output就是下一个单子 根据当前图像和当前图像的前缀 需要预测的下一个单子 它是one hat encoding的 读着编码的 这样我们建立好这个model 建立好这个model的 我们叫我们compile 编译一下它 给它compile的目的 就是要指定说 我要使用什么样的损失函数 在我们这个情况下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一个 多元的分类的问题 就是相当于 我们要输出的是 指挥表中单子中的某一个 就预测相当于是类别 对吧 是几千个单子 就几千个类别 预测其中一个类别 我们使用的损失函数 在这种情况下 都要用categorical 这就表示类别 cross entropy 就是相互的三的这种关系 app optimizer 我们就有adam optimizer有好的种 adam现在来说 是表现的最好的一种optimizer 然后记得要缓回你的模型 我们看一下你下载的 task4这个python文件 里面有哪些 首先我给你导入所有需要的这些模块 接下来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叫create batches 一个是data generator 这两个函数就是用于产生我们训练我们构建好的网络的帮助函数 data generator呢 比较有特色的是里面用了一个yield 注意哦 task是while1 这里是故意写的一个死循环 就是我们只要调用generator产生函数 它就会一直给我们产生结果 只要你每调用它一次 它就会产生一组新的batch yield就是用来产生python用的数据发生器的一种缓回数据的方法 大家要实现的是要写内容的是这个函数 capsing model 我传给你的参数有两个 一个是vocabular size 一个是maxness vocabular size就是训练集当中独特单词个数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图里面 你需要用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embedding层 一个是输出层 embedding层呢 你要告诉他说 我的那个vocabular size是多少 我总共的单词数量是多少 还有在输出层 我要告诉他 我要预测的总共的单词数量是多少种 在那个另外一个参数呢 是maxness 是训练集当中 我们训练集当中是很多图像 每个图像有很多标题 它最长的那个标题的长度是多少 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填充那些比较短的 填充的同样长度 用零来填充 这样导致输入的长度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你要记得缓回零生成的模型 你看我还写了一个叫train这个方法 当你写好你自己的模型以后 你就可以在命令行里面导入import task 4 就像我在这里import utility一样 你可以cd到这一个就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呢就调用你的task 4 你import task 4 然后就可以调用这个task 4.train这个方法 那训练你的模型 那我们训练采用的是20个epoc 就是把所有的数据训练数据跑20遍 然后呢里面有用了我刚才上面定义的data generator 使用data generator的原因就是 我们在很多真实的情况下 数据量很大 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数据都读到内存里面 生成两个变量 然后把这个变量传给这个model fit函数 所以说Keras呢 提供一个model提供一个 额外的函数叫fit generator 如果是fit的情况呢 如果是model fit的情况呢 你往后传给它就需要说 我fit的输入x是什么 y是什么 就是输入自变量是什么 营变量是什么 输入的特征是什么 y是输入输出的类别是什么 但是呢如果你的训练数据量很大 xy就要在内存里面 两个变量嘛 就要把所有的数据放到内存里面来 可是数据上大的情况下 实际上可能根本没有一个电脑能够放下所有的数据 fit generator这个方法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它的输入呢 不是xy这种真正的数据 而是一个generator generator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会根据需要 每次他里面 里面肯定有个循环 这个循环呢 他会调用这个generator 只产生他需要的这一小 一个batch一个batch的数据给他 这样就避免了占有很高的内存 那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动脑筋 当然遇到问题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向我们的助教和我提问 多谢大家 期待大家看到大家完成今天的作业 谢谢 那omer 好 一年 économique 美 美 感谢观看